嗨,大家好 欢迎收看 新奇好物开箱区 那又到了开箱时间啦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SSD 固态硬碟的外接盒 就是它 不过除了开箱之外呢 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艰难的任务要挑战 是怎么样的任务呢? 给大家看一下喔 这是一台被压坏的 LG 的笔电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都裂开来了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挑战呢 就是要从这台笔电里面 然后拔出它的 512G 的固态硬碟 然后并且呢 装到这个外接盒上 给我们的Mable Pro 使用这样子 那因为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然后我也没有看过 那个固态硬碟长什么样的 所以就挑战看看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那我们现在就来那个打开电脑啰 然后把它搬过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那个 好帮手 修理工具组 那这个东西我们之前也有做过开箱 那大家可以点来看 我们现在开始啰 我们现在开始啰 第一阶段完成了 第一阶段完成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哪一个才是固态硬碟 看一下要找一下 应该是这个 因为它上面有写12G 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取出来哦 就放这边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拿走 那我们现在真的要开始开箱啰 好 然后这个外接盒它附的东西 就是有这个螺丝钉 还有这个像垫片的东西哦 然后一个螺丝起子 然后它的外接盒 一个线 这条线哦 还有 应该是 说明书之类的东西吧 我看一下 对 就这个 好它有非常清楚的这个 图片的图示的方式来 图片方式来解说要怎么安装哦 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安装了 看一下哦 好首先它说要先把这个 里面有东西 对 对 这边要先取出来 好这个 然后 要把 这个固态硬碟呢 装上去 先装看看 然后接下来是要把它这个地方 走上螺丝哦 先放着 应该是这个 这样子哦 再这样子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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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接着呢 再锁好之后呢 我看一下 它说装上去 然后这个 这一头朝外 这边有个四方形的这个头朝外 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要从这个 最底部这边装才卡得进去 就是这样子 好 卡进去了 然后接下来是 然后接下来是 现在要把这个 这个 像垫片的东西 合上去哦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注意这边有个小孔 这个小孔是 LED的 那个孔哦 所以是要 放在这个地方 就跟它这个logo对齐 就这样子 好 OK 那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 贴上去 它就是一个贴纸 希望可以粘好 好 OK 那我们现在就要 来 试试看 它 我们现在这个 这个任务有没有成功哦 它可以 那个 walk这样子 好 我们先把这个收起来 那我们现在也把这个 固碳硬碟 跟它那个线 已经解好了 那我们现在到底 要插上这个 跟电脑 那个连结起来 看看它到底 有没有装成功哦 好 现在就来 先把电脑打开 好 然后 把它装上去 诶 出现了 它亮了 所以这次的任务 成功 那今天的开箱 还有今天的任务呢 都完成了 都成功了 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节目的话 请帮我们按个赞哦 想要看更多新奇有趣的开箱吗 赶快去订阅我们的频道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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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